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块进水的硬盘 根据机组那边的描述 它的电脑是泡水了 现在需要进行资料恢复 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它具体的情况 硬盘的周围都是这种泥浆啊 外壳还可以看到当时进水的痕迹 不过这一块硬盘肯定是修过没有修好啊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 因为这边的颗粒已主控 全部都被加焊过一遍了 最要命的是根据这一个颗粒的编码来看 应该是一个N38的QLC颗粒啊 QLC的颗粒如果在清理的时候加热时间过长 可能会出现丢失数据的情况 并且这个板子我也越看越不对劲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所以我又快速查询了一下我脑海中的记忆 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一颗金正啊 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跟周围融为一体了 实际上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我也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主控板的实物图求证过了 目前这一块盘上电是不短路的 不过我现在是真的不敢直接修这一个盘了 像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是属于二修了 正常来说二修是会增加一定费用的 好比如说配件费这一种 今天这一个情况看起来还算可以 之前这名网友还给了我一把屠龙刀 现在我要跟这名网友连线互动一下 顺带把这把屠龙刀给他还回去 喂你好 我这边收到了之前那一块512G的硬盘 就是确认一下 这一个盘之前是修过的对吗 因为我这边检查的情况是 这一个盘它里面还少了一些元件的 就问一下要不要继续处理 如果继续处理的话 那个费用的话就和第一次报的一样了 因为这个就少不了了 这个属于二修了 那我先试一下吧 因为这一个有可能会修不好 我先试一下吧 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走进科学之消失的金正 修盘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在里面了 机主那边已经爽快答应了 并且问我要不要准备料板 我说暂时不用 因为这种盘现在就算再买一个型号一样的 你也不能保证里面用的主控板也是一样的对吧 目前这里缺少的就是一个25兆的金正了 刚好我在翻料板堆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连云的主控板 恰好这里就有一个25兆的金正了 我们现在先把它补上去试一下 金正补完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去 并且有跳变 我现在很怀疑 上家那边是不是在做清理的时候 最后把这个金正忘记装回去了 结果一不小心就让我捡了个漏 当然也有可能是之前进的水是具有腐蚀性的 它会针对性的对这一个金正进行腐蚀 最后到我手上当然也是看不到了 有的网友可能会想 是不是你故意拿掉了金正 然后再来水视频的 不要怀疑我啊 因为机主那边之前是有给我拍过照片的 经过我后续的反复确认 他确实是没有这一个金正的 因为当时的照片光线比较暗 我也看不出哪里有缺件的地方 最后也是拿到手后对比才发现的 硬盘上机这一个型号是可以识别到啊 不过下面也没有出分区 现在这一个占用时间是一直在百分百 看样子这一个颗粒是已经出现老化了 我们直接给它断电上PC3000看一下吧 刚试了一下数据可以读 不过读的非常的慢 后面这个时间我的数不清它有多少位了 这个盘如果加热时间再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话 估计就会彻底不识别了 往后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吧 重新调整了一下 后面的数据似乎要比前面的好那么一点点 这个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800多K到1兆每秒啊 不过也是读一下卡一下这样子了 就这样直接给他倒带读吧 今天这一个算是简陋但是简的又不完全那种